這個中南部缺水的危機 已經開始影響到民眾的生活 台東探住一個社區 當地二十多年的人家 都是吃地下水的 但是受到打發影響 將近七十年來 不用來打開的水贈 竟然也抽不到地下水 在地鄉親在過年期間 沒有水堂用 只好時間 酒水 煮飯來過年 像這個洗身苦水 都是因為那個水 帶點水來使用 很簡單 台東探住 探保社區的民眾 拿冷湯 比較多帶點水 這湯水不是拿來打開 是要帶回去洗身苦用的 水頭頭尊開 都沒有水 本來社區二十多年的民眾 都是喝地下水 不過受到科學影響 過七十年 第一次遇到 打開口口水增 抽不到地下水 大概在過年的時候 都沒有水更好用 民眾向出品頭尾酒水 都要減在用 他們在一樓中摸摸 要水後打在樓上的水塔 有人花過了幾千塊 接隔壁的水說 先讓民眾不要申請自己倒水 就醉 因為研公室要煮費 一公斤要一萬 民眾真報告過了 他們希望政府 會讓倒三天跟他們研 水倒水的工室 小時候就是用到現在 沒有說遇到過這麼嚴重 至乎說會用專案的方式 跟民眾倒三天跟水倒水說什麼 但沒有包括工業用水 也希望大家射進來一下 這位董貴打水機